這些好康的訊息 我會在上面公布 比別人先找一道知道這些訊息 跟政府配合的這些活動 一般都是比較便宜 那當然是像這屋來 如果你自己來 你也沒辦法去深入裡面 部落裡面也沒人跟你做介紹 所以就沒有了解那麼多 原住民的一些那個 一些習俗 比較細微的一些部分 或者是生態的部分 那就沒辦法做深入的跟你們說 所以 我從企業開始帶到現在 我一般都是這樣 這樣操作 因為你有時候來自不同的 不是包團 可能你要一些活動的一些照片 就直接加入群組之後 你要哪些 我全部放在上面自己去 下載去使用 那有些活動到時候也可以 公布在上面 因為這個華人旅行就是有 之前有辦過那個雙溪的 採山藥的 去挖山藥 然後有去 那個新竹的 客家的 客家嘉年華的 這個活動 都有辦過這些 因為 開始報名的時候 可能就大概半小時 一小時 有限制民而等